今天继续收看海峡论坛 我们下半场第二段的讨论 我们要谈到的是 动独对台独 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是进退两难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请到现场的来宾 第二位来宾 来到我们现场来进行讨论 这位就是肖顺文 谢谢你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你来谈 因为你自己是民进党的 驻美代表处的资深专员 是有很多第一手资料 可以跟我们谈谈 所以谈到了这个话题 动独跟台独 事实上在台湾很多人都担心 台独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那么台湾在野的民进党日前 有40位党代表提案 冻结台独党纲 随后又有党代表提案 要求民进党下一任总统候选人 应该提出明确的台独时间表 并且承诺在任内执行 对于这个动独的提议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 冻结台独党纲需要漫长时间 民进党现在我们知道 他们希望跟大陆交流对话 但是党内对于台独主张的看法 却出现了分歧 民进党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一向被奉为所谓的神主牌 这样的台独党纲呢 蔡英文对台独党纲的回应 是以托待变呢 还是善意地回应北京 所坚持的反对台独立场 如果说放弃台独主张的话 那民进党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政党 当然了这个动独 是不是就能够化解台湾岛内的台独思潮 这么多的话题 我们也很高兴继续请到 在台北的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副主任 联军我先一起来参与 首先来请教萨顺文 这台独党纲对民间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 有多重要 再让我解释一下这个背景 在1991年我们制定这个基本纲领的时候 就如同我们后来几项决议文 是呼应当时特殊的时空环境 李登辉总统在那时候想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但是步调呢追不上民意 所以我们在历经了几个政治改革的工程成功以后 比方说修宪 然后费省 总统直选 那已经经过民意的考验 那所以说我们在1999年准备执政的前夕 我们全代会通过了这个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在里面我们不提出台湾作为共和国 而是以认同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 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比方说我们有自己的新台币 自己的国家军队 我们的外交部有核发签证的能力 所以说这个新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已经取代了在91年当时针对特殊时空环境 所制定的这个台独党纲 换句话说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 是没有这个台独的问题 只有中华民国宪法 对在这个主张里面我们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国号是中华民国 根据宪法目前的国号是中华民国 那任何企图改变独立现状的更动呢 都要经过台湾全体的著名 以这个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做决定 对可是我们这次看到有40位代表提议说要冻结 然后还有台南的一些党代表 他们说要确切定出台独时间表 而且下任的这个总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一定要认定一定要执行 所以你看出来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在 所以到底现在民进党的主流是什么 大家全部都同意这个你刚刚讲台湾前途决议文吗 主流的声音跟意见到底是什么呢 是您刚刚说的这两项提案 基本上动读在立委党团总召科建明先生 今年1月在中国事务委员会当时抛出来的议题 那中国国台办那边也有比较温和的回应 所以这次这两个提案 我们他们都预计要送交到7月20号的这个全代会做表决 那我想我们的党的立场是说 动读这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取代了91年的台独党纲 那我们在这里面已经承认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这也符合就像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太阳花学运的期间 还有就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说 台湾的前途要由全中国人决定 那台湾的民众不分蓝绿都说 台湾的前途应该是由台湾2300万的住民来决定 透过民主的方式 所以说这已经是社会的共识 还有民进党的共识 民进党主流的这个共识 那另外我想补充的就是说 我们去年成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 这是经过中常会通过的一个常设性的平台 那中国事务委员会就是一个开放民主的机制 让所有党内不同的提案跟声音都可以进来做讨论 我们也去年也邀请了苏启先生 所以也是一个跨党派的讨论 蓝绿的学者我们都有邀请参加 那透过这个平台我们在1月初步的形成了一个初步结论 叫做对中政策检讨纪要 我们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先生也在CSIS发表了相当的解释 那在这个初步提案里面 我们就是reaffirm台湾的这个前途决议文的内容 那认为我们的基本核心价值不需要改变 因为已经得到社会主流的共识 好 谢谢你的解释 我要来问一下台北的廉俊伟先生 我们也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民进党里有人提动读 有人提台读时间表 而且还要下一任总统要承诺在任内执行 所以看起来这个说法的确是存在的 南辕北辙 那么您一看是不是显示民进党内有严重的 这个立党意识的矛盾呢 民进党能不能够回避这个话题不处理呢 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碰到 那个即将来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 因为我们知道说每到总统大选 这个两岸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在上一次这个总统大选里面 大家也知道说最后是有一些政商界的人士呼吁 说要立守这个九二共识 所以那最后导致这个马英九总统他连任成功 那在下一次的大选里面 我们透过最近的一些抗议 我们会知道说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两岸的因素 可能他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会慢慢会减弱 但是台湾民众大部分还是单级性的是说 目前两岸的现状会不会被改变 因为大家知道说虽然一些服貌跟货帽 大家会有疑虑 但是目前就是说两岸的民众已经享受了这个两岸的三通 或是大三通这个经贸的一个艺术 那大家都很怕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再有更动 那所以这个也是民进党他必须去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冻结这个台独党纲这个问题 我想刚才那个这个专员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在目前这个民进党的党纲里面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只要略加修改 它就是一个目前就是台湾大多数人的共识 也可以简称为叫做台湾共识 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 那任何要更动这个目前的现状都必须要有2300万的人同意 我想这个是目前在台湾应该是大多数人都持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那可是在北京方面他就是希望说 任何不要出现这个所谓的有2300万人自己去决定 或是有任何共识同意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他本身就是有一种在行使一个主权 或者台湾变成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大陆这边他就是一直希望说 他跟民进党可以展开非正式的对话 可是民进党要跟大陆要进行所谓的民共的正式的对话 他一定要把台独党刚做一个某个形式的修改 或是暂缓或是给冻结 那我想这是民进党他目前要面临的一个情况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那大陆都没有撤飞 那台湾为什么要把这个台独的立场全部都抛弃 我想这个是就说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就是说你怎么样再跟大陆来要求 或许这个是未来进一步双方在谈判的时候 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林先生的解释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 博弈请你跟我们来宾交流 好 我先简单请教这个林俊伟先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先请教您关于这个 之前的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到台湾来 他当然在北台湾过得还蛮愉快 但到南台湾就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阻力 包括有波齐啦 还有这个台联党的议员这个翘落打鼓加起床等等 这种不愉快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是非常谴责同时反对暴力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国台办这一次到这个张志军来台湾的行程 都是有经过刻意安排的 所以他在台湾的一些人觉得说需要让张志军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那您觉得说那这个马总统也说这个蔡英文主席需要为这个为此复习 那蔡英文觉得说这关我什么事并不是民进党鼓动的 所以您觉得说这个台独这样子一个主张来讲 是除了民进党之外 其实有台湾部分的人士除了民进党人之外 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这样的吗 那张志军是不是有接受到这个讯息 我想就这一次大陆国内办主任张志军在这个高雄西纯遭到波齐的事情 当然这个各方说法 这个大家都有大的说法 包括陆委会包括高雄市的警方 那当然就说就这个基本的前提来看的话 我个人应该是比较倾向说 这应该不是说民进党去蓄议说 明明他在高雄市会见的这个民进党 在高雄最有政治实力的高雄市长陈菊 那故意还给这个张志军来看 那事后其实陈菊市长他也有打电话跟张志军来致议 所以我想说他本身应该是比较倾向说 是那些比如说导国前进 或是一些比较激进主张的一些年轻人 他希望给张志军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那当然这些声音确实就如同大陆透过一些媒体 他们会认为说是一个台湾比较少数的一个声音 但是就是说透过这些比较激烈的作用 我想这个张志军他这一次来台湾之后 他回去一定会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浪力这么多 像包括这个福茂协议 他会觉得说他对台湾开放的那80项 全部都是优于他WTO所承诺 那为什么台湾人还这么的去恨他 甚至要丢油气又要去阻入 我想这个肯定会给他另外一种程度的思考 只是说所有的暴力当然我们要谴责 但是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看他在回北京之后 他透过《人民日报》跟新华社 有做了一个书面的访问 他其实里面是一种很诉诸一种感性的 他一直就说其实台湾各种声音他都听到 那未来可能还有一些地方他们必须要去加强 我想这个这种话会从这个大陆的官员里面讲出来 就已经是很不太容易 也确实就是说当然他们的大原则是不会变 可是他未来就说就一些小细节方面 我想他会更去留意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会有 也许不是大陆人 可是这些人的行为却是越来越激进 或是听到只要是大陆人他们都很反感 那到底为什么 我想他们会开始去思考这个因素 谢谢 好的谢谢林俊文先生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想请教萧顺人小姐 就是想请教这个民进党对于未来 即将来临的这个2016年的总统大选 势必民进党的中国政策还是会成为焦点的 那么有人评论说2012年民进党败选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太模糊 那么特别是对连美国也感觉到 似乎对于这个蔡英文主席的这个中国政策 不是很放心 那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也是民进党恢复这个驻美办事处的一个 驻美代表处的一个原因 那您觉得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驻美处 在现在运作的时候 这样的一些时日之后 您觉得可以把这个民进党目前的这个中国政策 逐渐的理清 同时能够有效的传达给美方 或者是说消解美方的疑虑吗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 谢谢您的问题 首先我要澄清的是 这个九二共识 大家说这个是2012年选举的公民的referendum 我们并不同意 我们认为2012年大选的关键是经济 那就像刚刚大家讨论过 Hillary Clinton讲的 经济上我们已经过度依赖中国 那所以当大批的台商在12年受到中国的脅迫或动员回台湾投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选民担心这个政局的改变会让台湾的经济崩盘 但是在接下来到这两年为止 包括这个所有反服贸的协议的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选民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台湾的前途是怎么走 那美方也是官员多次私下地跟我们驻美代表处的同仁说 这个经济的过度依赖 其实对台湾的自主性经济独立并不是好事 他们非常担忧这个前提 所以他们也支持台湾加入区域整合的这个浪潮 美方开始的TPP 还有这个区域的RCEP 这些区域的经济free trade的这些agreement 所以说在中国政策方面 美方的确想要多了解民进党执政后 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那蔡主席在7月1号外籍记者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我们民进党未来执政会以两岸的稳定和平发展 作为首要的highest priority 首要的任务 所以另外也就是说对区域和平稳定 台湾也要做出适度的贡献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在线上等候 我们赶快来接 但是希望大家发言意料精简 我们时间太有限了 请大家言简意概 我们首先来接的是广西的蒋先生 蒋先生您在吗 好那我们就跳到上海的徐先生 徐先生您好 您等很久了不好意思赶快请说 我是广西的 你是广西 ok 蒋先生 好请说 民进党的话呢 就应该把那台独放一放是应该的 首先是跟老公先谈 谈经济 把经济搞上来 台湾的话经济 一不错又不不错 等台湾的经济搞 把实力搞 搞上来之后 你才有发言权 好的好谢谢您 那我们来接北京的王先生 王先生 王先生 北京 王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请说 他和杜公杰带着我 是骗人的 为了正式搞得他是骗人的 想让我还可以拿着管 北京王先生您这个线路不太清楚啊 真抱歉 那我们就先先搁在一边好了 希望您下次再打电话来 我们来接甘肃的薛先生 薛先生 您好 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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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 这个大陆的 什么经济 什么政策 跟台湾的 就好 他们玩的全是素 完全是正确 他们的目的 根本就是 不会对台湾人民好 他是玩素的 只要是一个专制政权 你们要明白 他都是在玩全素 就是说 他搞 这一件好事 你看我们和台湾关系搞得很好 和世界搞得关系很好 千万不能相信 我们大陆人 也不希望你们和他们搞经济关系 好的 听到了 谢谢您 谢谢您的观点啊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还有好多听众的线上 我们没有办法接了 很抱歉 也希望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 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那么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呢 只剩下一点了 我们现在必须要请两位来宾 在现场做一个总结 好 我们首先请萧盛文 来做你这个话题的总结 是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的意见 我们民进党是以民意做呼应 那在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 已经明示了社会共识 那也经过了多次的考验 那我们未来执政的 首要的优先任务 就是在与中国的交流 在量方面我们不会减少 那在值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加 我们会以台湾整体的经济战略 作为考量 跟国家利益作为考量 我们不会以侵害主权的方式 跟中国进行积极交流 那我们也希望能在美日 这个同盟下面参与美国 亚洲再平衡的策略 也希望中国能拿出实际行动 如果你要赢得台湾人民的民心 那你要尊重台湾的自主心 那你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好 谢谢你 好 再来我们请台湾的 连俊伟先生做个结论 连先生 是 我想就是说 无论台湾的民众 对于大陆有怎么样的疑虑 那跟大陆交往 并都是未来任何一个政府 上台是他所无法回避的 那对于这个民进党态度 党刚何去何从 那其实北京的态度 他也是很清楚 就是说他一定要做 某个方面的修改或是冻结 那北京才会跟民进党展开 所谓的正式的交流 那如果这一关他跨不过去的话 那未来蔡英文他即使这个民进党 又夺回了政权上台之后 他还是要面临到未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大陆持续打压的话 那其实台湾的空间又要怎么周呢 所以说未来怎么样 对这个台湾的党刚 怎么样一个方式 可以让两岸都接受 我想这是一个民进党 未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 那么同时我们在第一个 也感谢这个第一个话题 跟我们讨论的范琼丹女士 也感谢第二个话题 跟我们讨论的这个萧顺文小姐 那么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 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儿 告一段落了 我们非常感谢民进党 驻美代表处的资深专员 萧顺文 还有中国大陆新闻中心副主任 连俊伟先生 以及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感谢各位 同时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 不过要提醒您哦 来宾跟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他们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浏览更多 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 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 曾经讨论过的话题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Voachinese.c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现在要跟你预告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7月7号星期一 时事大家谈要谈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高级将领落马 军中打虎是在必行吗 另外就是93岁的中共 进入执政的家境吗 这两个大话题 欢迎大家锁定 收看VoA卫视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 持续收看每个星期 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赵婉成 请代表美国之音 所有的工作同仁 还有台湾中网新闻网的 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再会